相信这个暑假很多人都有看《演习攻略》这部剧吧,一开始该剧并不被看好,不过随着剧情的深入很多人都欲罢不能,而该剧中的主演纷纷走红,获得非常高的人气。 秦兰饰演的复朝皇后让人印象深刻,文莱端庄,堪称宫斗剧中的白月光,蛇丝满虽然是反派,但是却凭借精湛的演技,让人喝不起来。 即使没有化烟薰妆,但是光瓶一个眼神,就让人胆战心惊,着实让人佩服。 不过在看来,该剧收获最多的应该是吴锦岩了吧? 吴锦岩作为一个新人,首次挑大梁担任女主,就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比起以往剧中的白莲花。 一黑到底的吴锦岩,确实让人大呼火影,而她也因为待剧获得非常高的人气,并因此而走红。 不过一开始该剧刚开播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要亮亮了。 毕竟蛇师呢,秦兰,念愿等人,都是成名了很久的明星,吴锦岩何德何能让这些人来给她作配呢? 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,网友也慢慢接受了吴锦岩,或许她并不是最好的,但是也算是比较合适的女主了。 不过近日,有网友爆料,年喜攻略原定女主,并不是吴锦岩,而是杨蓉,因为某人无意中一句话成就了吴锦岩。 众所周知,杨蓉的演技无庸剧疑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尤其是她饰演的坏女人形象,更是演技加烈,非常立体。 杨蓉是于正的同学,此前就参演了许多于正作品,像《笑傲江湖》、《大汉清源之云中歌》、《陆珍传奇》等等,虽然很多被奉为雷剧,但是杨蓉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,而且于正当时是打算让杨蓉来演的,不过后来有人无意中跟于正说了一句话。 杨蓉虽然颜值演技都不错,但是之前担任女一号的电视剧收拾一般,不如换个人来演看看。 于是于正并听了这人的话,大家有没有觉得,吴锦岩与杨蓉有点像呢? 或许于正就是按照杨蓉的外形去找的吧? 如今吴锦岩也因为戴剧而走红,可以说是因为当初某人无意中的一句话,而成就了今天的吴锦岩。 不过倒是可惜了杨蓉,又再一次错过了大火的机会。 当然也有人称如果是杨蓉来演,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,应该要扣谢不言之恩呢。 大家以为呢,演习攻略原定理主是他。 网友,扣谢不言之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